你知道特斯拉的Model Y在去年的销量有多恐怖吗? 马斯克亲自公布特斯拉Model Y在去年全球交付了120多万辆 成为了不加任何定义的全球销罐 在2022年特斯拉Model Y还只能是老三 因为有两位大哥一直都继承着全球销罐的不败神话 那就是丰田Raffle在2022年卖了101万辆全球第一 丰田的卡罗拉在2022年卖了99万辆全球第二 但在2023年丰田就只能是一个传说了 被一款高出两三倍价格的车型给击败了 那就是特斯拉的Model Y 它不仅颠覆了一个汽车历史成为了第一个 以纯电动汽车身份登顶全球销罐的车型 更是汽车产业的一次历史转折点 因为电动汽车的时代要真正的来临了 当一款电动汽车成为了全球销罐 也就意味着燃油车和电动汽车的竞争出现了倾斜 特斯拉将继续引领电动汽车市场 开启可持续能源的新时代